生存大挑战 根本没人看 今天的挑战是地狱传送门 在一堆简单的石块之后 我按了一个地狱传送门 至于传送门后面有什么 还有他们能不能活下来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让我们欢迎地位选手前来送死 这个加速的起跳也是非常漂亮 好 我们各位看到了地狱传送门后面的世界 是一片十分密集的岩浆地形 地位选手也成功把自己撞上了散架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位保姆买菜车 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划过了一条漂亮的弧线 看样子不错 一个精准的头部落地 紧接着是两个空翻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漂亮 直接进了澡堂子 只不过这个澡堂子的温度有两千多度 保姆买菜车也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 这辆18厘米的家常款 会不会比别人强很多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落地 直接就缩成球了 很遗憾18厘米也没有怎么样嘛 兄弟们你没有多少厘米 欢迎打在公屏上让我看看 天儿太热了 我们得吃个冰激灵 看看这辆冰激灵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哦 想象不到冰激灵车竟然这么结实 在几次翻滚之后 车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冰激灵掉了个桥而已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蟑螂车 没想到蟑螂车的跳跃能力还是很强的 众所周知 我们这个节目重要的是抗击打能力 看来蟑螂车抗击打能力也不是很行啊 直接就被拍扁连翅膀都伸出来了